HELLO 歡迎回到我的Channel 我今天要來介紹的是 空空賞 就是我這一陣子用完的一些產品 那大部分的都是一些保養品 還有少數一些彩妝 因為我覺得其實保養品對我而言 比較容易用完因為彩妝就是 推陳出新然後 常常就是被一些你知道新的產品 就是誘惑去 然後就比較難用完 一樣彩妝品但是 這次也有一些少數的彩妝 是我難得用完的 所以代表他們都是真愛 那我們就開始吧 那我第一個想要說的是這個 Kodali的這個 怎麼講 皇后水 它這個 好像是中國叫做皇后 皇后水吧 它這個其實是一個裡面有含金油的噴霧 那其實這項 產品是我大約十幾年前 就開始愛用的 那時候我還在屈臣室打工 那剛好就是 我們的屈臣室裡面有一個就是Kodali的櫃 那常常我就會去他們的櫃上試噴 所以就是我就是 因此這樣子而 開始使用這項產品 那我覺得其實它最大的 功能是鎮定皮膚的效果 因為我覺得我常常有時候過敏啊 或有時候覺得皮膚有點怎麼講 燥熱啊 因為它是有點涼感的 所以常常我就是 喜歡找這樣噴一噴就覺得 喔好舒服 就它真的有那個鎮定的感覺 但是它其實並不是非常的 它的保濕補水的功效 並不是那麼的強 因為它裡面是含有酒精 所以你用起來的時候其實會稍微覺得有一點乾 但是我覺得它鎮定皮膚的效果真的很好 它拿來補妝也非常好用 就是因為我有一瓶小罐的嘛 這罐我其實就是拿來補妝用的 那就是補妝的時候你就這樣噴一噴 然後油光稍微按壓之後來補妝 其實就會非常 就是會非常的順 就是也不會跟底妝打架來 也不會毀了你原本的底妝這樣子 那它我還發現有一個另外一個小小的 就是bonus吧 就是以前在台灣的時候常常家裡都會 晚上睡覺的時候都會有蚊子 就是不是喔那你耳邊才會很煩嗎 只要你噴這個 蚊子就不會靠近你 因為它裡面的那個精油可能蚊子不喜歡吧 所以就是我每次就會 因為有時候就是你知道半夜睡著下起來 被蚊子吵醒就會非常的阿渣 而且你又不可能兩三點的在那邊殺蚊子 所以就噴這個 我就會擺在床頭櫃 然後我就這樣噴一噴 然後蚊子就會離我遠去 那這個是我已經回購的 那我已經回購了兩大瓶 是我朋友在巴黎幫我買的 所以絕對會回購 絕對會持續在使用的 另外一個是這個身體乳 那這個身體乳的話 其實它並不是我一個 就是非常非常愛用的產品 我會一直用到完 其實就是我買太多罐了 當初好像是什麼 買三瓶算兩瓶的價錢 所以我就買了三瓶 用了真的太久了 我真的用了一年多兩年 兩年多了吧 一直用不完 這個是我第二罐用完的 還有一罐全新的 那這罐其實還蠻好用的 它就是一個那種每一天 就是都可以擦 就是它叫 Daily Moisturizer 那它就是裡面有加那個 Sweet Almond Oil 那我很喜歡 Sweet Almond Oil的那個味道 所以這也是我當初 會買那麼多瓶的原因 它也非常好用 很好吸收 也不會黏膩 那就是也真的是有保濕感 但是我應該 目前不會再回購了 以後可能會再回購 卡尼爾的潤髮乳 而且一定是要這個 黃色的 然後這個 Repair and Shine 的這個系列 這個真的超好用 這個是我完全就是 不能沒有它的一個東西 它是我就是唯一 用過就是 真的會讓你的頭髮 就是會有光澤 然後會亮會滑的那種 潤護髮乳 因為潤髮乳跟護髮乳 對來說是一樣的啦 就是護髮乳比較滋潤 潤髮乳比較沒那麼滋潤 但是這個的護髮乳也非常好用 但是潤髮乳比較好買到 所以我就是一直持續的使用潤髮乳 那這個也超便宜的 這個在英國的Poundland 就是那種 每一個店裡面幾乎所有的東西 都是一磅一磅一磅的那種店 就只要一磅 雖然不是很大的瓶 一瓶大概250ml 所以大概就是一磅 38塊台幣而已 超便宜超好用 而且味道就是 就是這種非常自然的那種 嗯 洗髮乳的那種味道 淡淡的 然後而且它是你洗完 你就是把它沖掉之後 你頭髮會殘留淡淡的那個髮香味 所以這個真的是我非常喜歡的 但是前一陣子 我在去Poundland找的時候 我發現好像不是每一間Poundland都有賣 而且它好像漸漸開始絕跡了 所以我有點擔心 所以我還要繼續的尋找 但是我之前是一直都在Poundland 就可以買得到的 下一個用完的是 我的防曬乳 氣爾式的防曬乳 那這個防曬乳其實 你要我跟你說 它到底有沒有防止曬黑的功能 我其實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是一個 我不太care我是不是曬黑 其實就是在國外曬黑 反而大家都會覺得比較好看 但是我用防曬乳的原因 完全就是要抗摔到抗紫外線這樣子 那它這個有SPF50 PA4個加 然後它上面還寫High Protection 還有Anti Pollution 就是防止那種污染的 就是髒的那些空氣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我還 我用的還蠻喜歡的 因為它質地很清爽 也沒有潤色效果 就是我覺得就是 就用的非常 就是我覺得很好用 而且也不會跟底妝打架最重要的一點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要問我會不會回購 我明年的夏天肯定是會再回購的 但是因為現在冬天要來了嘛 紫外線已經不會那麼強了 我可能就會試著用一些 系數比較低啊 或者是一些那種日霜啊 就是它裡面原本就有SPF15 然後就是一個Moisturizer這種功能的東西 就是不想在臉上 就是塗塗抹抹那麼多層了這樣子 但是這款我真的用的很喜歡 也是我夏天一定會再回購的 另外一個用完的是 DHC的卸妝油 DHC的卸妝油其實是我來英國之後才開始 用他們家的卸妝油 因為其實以前在台灣 其實選擇太多了 就是亞洲各種卸妝油都很好用啊 又有卸妝膠 又有卸妝凝露 卸妝霜 就是這種很多不同的 但是我後來來到英國之後 就是有一陣子真的是 有點就是找不太到適合自己的卸妝產品 那用來用去其實還是覺得 喔還是你知道亞洲牌子的卸妝產品 比較合我的胃口 比較適合我用 但是這邊亞洲的牌子 很多就是很像資深糖啊之類的 用了用也很膩 也沒有用到特別喜歡的 所以後來我就發現 就是DHC在英國有一個官方網站 那它就直接就是好像是在 就是英國的牌子買東西一樣 就是上面是英鎊價錢 然後送來也不用就是收國際手 就是國際的那種運費 所以我就還蠻開心的 而且因為這款其實是一款很基本的卸妝 它沒有什麼特殊的功效 它真的就是成分很單純 紮紮實實的就是卸完你的妝這樣子而已 所以我其實也用了三四罐有了吧 但是我覺得這一罐啊 有一個特別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你就是一定要二度清潔 就是你卸完妝之後 絕對還要再洗一次臉 因為我有幾次試過卸完妝 沒有再洗第二次臉的話 就是臉上會長那種小小的東西這樣 就是那種好像那種內包型的粉刺啊 還是什麼叫一點一點的 所以我後來發現 就是一定要卸完妝之後一定要再洗一點 可是你們可能會覺得說 卸完妝本來不是就應該洗一點 可是這個概念其實是比較亞洲的概念 就是在國外其實這種二度清潔的 卸完妝再洗一點也是對他們來說是有點多餘啦 但是我覺得你用這一款 因為他可能本來就是設計給亞洲度清潔的 所以你使用完這個卸妝之後 一定要再用就是洗面乳 就是稍微洗一下臉 就是才不會長怪東西 目前我已經買了其他品牌的卸妝霜來使用 所以我會先試試用看看另外一款 然後再決定我要不要回購 所以我目前暫時應該是還不會回購 另外一個使用完的是 喔這個真的很難得 這個是我大概第一款就是用完的眼霜 那這個眼霜呢就是屏幕生人的Origins的 我不能說它不好用 但是它沒有什麼讓我驚豔的地方 它就像是一款非常濃稠非常滋潤的乳液 裝在一個小瓶子裡面 然後就叫它眼霜的感覺 對我來說就是這樣子 它沒有不好用 只是就是沒有什麼令人驚豔的 所以我應該是不會再回購這一款了 另外一個用完的是 接下來就都是化妝品了 那這個是Malani的Setting Spray 叫做Make it Lost 那其實我覺得我目前還沒有用到任何一款 就是定妝噴霧是讓我會覺得說 喔真的持妝力有變好 我覺得都會讓我覺得持妝力有變好的產品 通常都是妝前乳啊粉底液啊 或是一些妝前保養的產品 那這個這種定妝噴霧 我還是很愛使用定妝噴霧 但是我覺得這款也沒有讓我覺得 它的持久 妝的持久力有變好 所以我應該也是不會再回購了 但是我還是會持續開發不同的定妝噴霧 因為我真的常常看到很多人說噴了這個定妝噴霧 真的會讓你的妝案很持久什麼 可是我目前都還沒有很深刻的這種感覺 所以我還是會持續的尋找的 下一個產品呢 是這個 Charlotte Tilbury的 Film Star Browns & Glow Palette 這個真的真的真的太好用了 但是我不知道這算不算Cheating 就是它裡面有兩個 我只用完了Bronzer的那一個 我沒有用完Highlight的那一個 而且Bronzer這個 其實它你可能會說它還有剩下一圈啊這樣 可是因為我們上Bronzer的時候 都是用比較大 可以就是比較 就是你知道 就是推勻的那種刷子 所以就是其實這樣子 我已經沾的沒有辦法沾到非常均勻的Bronzer 所以我就覺得 毅然決然的把它就是送入空空上這樣子 那就是 其實它的Highlight不是不好用 就是沒有太特別 我還有很多更好漂亮更好用的Highlight 我偶爾也會用它 但是 因為Highlight也是一個用不完的東西 而且它的設計也是有點奇怪 它的Highlight就跟它的Bronzer一模一樣搭 Bronzer是上快要半張臉耶 那你Highlight上這邊一點點 那當然最後就是用不完啊 所以我真的強烈的建議 Charlotte Tilbury可以出就是 這種補充的那種心 這樣我就可以替換這個心就好了 那另外一個用完也是非常難得的東西 是Hourglass的Vail Translucent Setting Powder 這個是我看Jackie Hill推薦 然後我就馬上衝去買 因為它也是乾肌 所以我 然後我皮膚也是屬於蠻乾的 所以我就看到它大推這個粉 我就覺得 我想要試試看 那其實真的蠻好用的 那就是 它我覺得最好 就是 它就是有那種 你一上上去 它就讓你整個皮膚就是 沒有 的質感都沒有什麼變 就是 上完這個蜜粉之後 你不會感覺到說 跟你沒有上之前有什麼區別 但是它真的是會定你的妝 它真的會讓 就是 把你的這個 粉底啊 粉底液啊 還是什麼的 全部都就是set好 這樣子 但是它不會改變你原本的底妝的品質啊 底妝的質感啊 它就是 往往好像是一個 無痕的東西 所以它translucent 非常好用 那我也就是完完全全用完了 但是我覺得它設計好像是有一點問題吧 因為其實我現在這樣看 我還是可以看到裡面有一些粉 但是我就是怎麼樣倒都已經倒不出來了 就是它可能卡在裡面有一些死角吧 所以我覺得這個比較可惜的一部分 因為畢竟 這個也是蠻貴的 那會不會回購呢 我應該是會回購 但是我目前還想要開發一些其他的蜜粉 所以暫時不會回購 但是如果我找不到其他更好用的蜜粉的話 我是一定會回購的 那還有另外一款呢 是這個 Farsali Unicorn Essence 獨角獸精華 這個真的太好用了 這個就是 我一開始是買小罐的 只是想要試試看 因為我不知道 像是這個算是網紅品牌嗎 Farsali 所以我就有點不太確定 它是不是真的有那麼好用 還是只是被大家這樣炒作起來的 但是這個 獨角獸精華 真的非常好用 因為就是 我 我只要有上它當我的妝前乳 就是我把它當做primer 我上了它再上了我的底妝 我真的底妝一整天 例如說我去上班吧 9點到6點我上班 所以我8點可能就上完妝了 8點到6點 完完全全你上妝 上妝之後 完全不會變 完全不動 也不太出油 就一直到晚上6點我在摸我的底妝的時候 還是跟我剛上妝的時候 一樣還是粉粉的 你能想像嗎 還是粉粉的那種感覺 就覺得 真的太好用了 所以現在已經變成是一個 我不能沒有它的東西 我一定會再回購 而且一定是 再回購 再買大罐的 這個太好用了 這其實不是化妝品 這個是卸除液 這個是Kiss Me的 睫毛膏卸除液 那這個我覺得非常好用 因為就是它很適合你旅遊的時候帶著啊 就不用再帶一瓶眼唇卸妝液去卸你的睫毛膏 那我通常的使用方法都是 先把它就是 上在我的睫毛膏上面 然後再擠我的卸妝油之後按摩我的臉 那按摩個45秒到1分鐘左右 我再順便帶到我的眼部 那直接就是 如果一開始有上這個的話 你直接就是 往你的眼睫毛這個部位這樣 一搓 你的所有的妝就會卸下來 所以說真的非常好用 那我一定也是會再回購 但是它就是在英國取得 比較沒有那麼容易 所以一定是要等我回台灣的時候 再大大的囤貨 但是我一定是會再回購的 還有另外一款是Kiss Me的 是他們家的眼線液 他們家的眼線液非常好用 它其實現在還是有水的 但是它的那個筆頭已經有點整個這樣 插開 沒有那麼好畫 因為它的筆頭其實是非常好畫毛筆頭的那一種 給你們看看 就是像這樣毛筆頭 毛筆頭的這一種 對 所以它現在就是已經有點 前面有點乾掉啊 所以就沒有那麼好畫 所以我決定就是把它放在空空上 但是就是它其實是真的非常好用 也夠黑 而且也不暈 又很好畫 又便宜 What can you ask for more 所以就是這個也是我一定會再回購 但是也是要等我回台灣的時候才可以帶大囤貨的東西 好啦 這就是今天的空空上的東西其實不是太多 但是 因為我接下來要搬家了嘛 所以我就想說我把這些介紹完之後 然後等我搬家了 我在想說給你們做一些 像是我妹妹最近來倫敦 然後她們有帶的一些東西 我可以再做一個 就是她幫我到底帶了什麼東西 有吃的啊 還有化妝品 還有很多 拉哩拉渣的東西 那這個就是我最近用完的一些產品 那希望你們喜歡 那如果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記給我一個讚 然後還有在下面給我comments喔 掰掰